大家好,我是爷爷 2022年10月的最后一天 全球迎来了第一款粪便微生物治疗药物 FTE批准了灰磷制药的RBX2660上市 干嘛的呢 降低18岁以上人群 接待缩菌感染后的复发 讲个不雅的,这就是吃屎治病 当然它背后的机理 可不是就这样的简单随意 且听我慢慢讲 首先说自古以来我们有没有吃屎治病 当然有 利用粪便来治病并不稀奇 也不仅仅是中国国外也有 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 当时古人给粪便还起了一个高大上名字 叫做黄龙汤 主要用于治疗食物中毒和腹泻 到了明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 又记载了口服粪水的疗法 把它称为金汁 人们还研究出好几种不同且复杂的制作方法 对应的成品有了几个新名词 比如说粪青 好听点的叫人中黄 但我想不管这个金汁 你如何看不出原貌 只要你知道它的最初的形态 恐怕都难以入口 科技的发展 粪便疗法也被精准高效的 现代化的技术所替代 至少现代人在用的时候 不用捏着鼻子 强忍着内心的抗拒来服用了 它也顺道换了个更加现代的名字 叫做朝代菌群移植 这也被理解成一种特殊的器官移植 具体方法是我们健康人群当中的粪便的菌群 它是有功能的 经过预处理 制成了混旋液或者是胶囊 利用比如说直肠给药等方法移植到患者的肠道内 帮助患者重建健康的肠道菌群 它也能够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从而达到调节肠道治病的效果 我们再来聊回这个全球首款的 粪便微生物群疗法 惠灵制药的这个产品 是由合格人员捐赠的粪便制成的 专门给符合肩带缩菌感染的患者使用 减少感染复发的概率 尹哥之前也曾经多次讲过 肩带缩菌这样的菌用抗生素 实际上是很难干掉的 相关临床的实验数据显示 用了这个粪菌疗法 八周的治疗以后 治疗组70.4%的患者没有复发 而RNAVG组只有58.1%的患者没有复发 也就是说它的治疗效果要稍好于对照组 大家可能也疑惑 虽然你这个产品用的是健康人的菌群 但人和人不同之间 饮食差别也大 生活差异也大 肠道菌群差异也大 两波菌它会不会起冲突呢 我想说健康人肠道内难免也会有有害的菌 这样的感染风险也依然存在 所以这样的临床实验 也需要进一步的去寻找答案 既然这样的一种疗法有局限性 FDA为什么会批准这样一个疗法呢 归根结底 还是我刚才讲过的 肩胎缩菌感染是一种严重 甚至可以去危及生命的疾病 不仅仅引起腹泻 发烧 胃疼 食欲不振 节日肠炎 特别是它用常规的抗热素治疗 应该说能治疗肩胎缩菌的抗热素都太厉害 都太狠了 具有明显的缺点 很容易发生耐药 如果患者发病时肠炎状态不佳 恐肤抗生素又难以去达到肠道的内部 它的效果不好 而肩胎缩菌感染呢 又往往只是恶性循环的开始 据统计 多达65%的患者会出现病情的二次复发 这些感染每年导致50万美国人会患病 其中数万人会死亡 肩胎菌的感染和高复发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知道了 肠道菌群的紊乱导致的 所以用健康的菌群来调节紊乱的菌群 它不实施一种调节紊态的好方法 科研上的肠道菌群早就被证实 与某些肠道疾病 带现性疾病 免疫性疾病相关 这次FD的破冰 不仅仅是治疗肩胎色菌的一小步 也是微生物组疗法迈入临床的一大步 我们希望有更多更精准的疗法 可以走入到临床 走入到大家的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